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老家伙没事跑这儿来做什么 眼神还这么猥琐 何先生 有什么事吗 听说你打败了鱼不败 现在进入地榜一百名了 不错 缪子 缪子 那何先生 你说我现在好歹也是地榜百强选手了 是不是可以让我进骨骼了呀 所以跟我走吧 现在 何先生 我准备好了 咱们进去吧 你这体质确实奇怪 什么意思啊 难道他看出我脑海里的破纸和天书了 不对 冷静一点 如今也只有黑海那个女人能看穿 何木男应该 你这么盯着 怪像人家不好意思的 进气不错 但需要沉淀 洗髓可占天人这个传说 你应该也听说过 洗髓占天人 这 这得要多少积累才能做得到啊 你要进樊层还是玄层 这人怎么话题转换的这么快 不过 他今天和我说了这么多句话 居然没问我要领草 樊层和玄层有什么区别 密法战绩的等级区别 那玄 樊层 我去樊层 该不会进谷阁也要资源换吧 五百株三心灵草 五百株 这也太坑人了吧 我还以为你转性了 原来是搁这儿等着呢 学院规定 爱情不尽 学院规定 这种虚与威仪的推脱借口 偏傻子呢 人了 算你识相 抓紧时间 一个时辰后 无论你学了多少 都会被传送出来 一个时辰 进去吧 糟了 我弄错了 竟然让他进了玄层 可惜了 一个时辰 他在玄层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白转五百零层 你会看星象吗 不会 我跟你说 我夜观星象 最近会有大事发生 你信不信 你还会星象占卜 你就说你信不信好了 信不信啊 会不会有大事发生我不知道 再在这儿待下去 我可能会被你们的粉红泡泡淹死咯 我出去散散步 你们继续 继续 宋姑娘 杜琪琪总是说话不着蝙蝠 满口胡言乱语的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别生气啊 这个呆子 我会因为这个生气吗 好不容易找到机会 偷偷用剧灵阵修炼 这还得看梁师兄撒狗粮 我这条命啊 真是苦过苦瓜 天了 我老赌如此逢流提他 再回去我们的女儿 吸回我了 真是 难道是上天听到我老赌 面线的呼喊呢 小诗诗 你冷静一点 说不定是误会呢 无分余孽 说 我爹在哪里 小诗诗 不 诗姑娘 你爹是谁啊 我不知道你爹在哪里啊 要不你先把剑放下 我们 我们坐下来好好谈 小诗诗 你别出怒 给我好好说 静一 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后面采进碧桃阁的 梁师兄肯定知道 梁师兄 你之前认不认识 诗姑娘的爹呀 静一 你是碧桃阁阁主 亲自带进师们的 我们没见过你的父亲啊 看来你们是都不愿意讲真话了 那我就打到你们说为止 小诗诗 说不定他们真的不知道 你先把剑放下吧 叔姑娘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你怎么变得和英语那家伙一样了 都喜欢威胁人 难道真的是 夫畅夫损 住口 他竟然拿我和那个流氓相提并论 我开玩笑的 不要这么当真吧 救救命啊 这人竟然能挡下小诗诗这一剑 静一 我们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只怕骗你的 定有欺人 对呀 说不定 就是你身边那个姓过的在骗你呢 顾家与我家是世交 岂会骗我 你们休想挑拨离间我和星辰哥的关系 小诗诗 静一 我说的都是 你是君子 既然不忍出手 还是我来吧 就凭你 不用了宋姑娘 这是我们同门之间的事 谁跟你是同门 你们别打了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诗姑娘 没事吧 宋姑娘果然实力非凡 竟然能伤到静一 幸好没伤到诗姑娘的脸 不过诗姑娘也太不讲道理了 怎么找爹 找到人家住的地方来了呢 惊鸿剑气 惊鸿剑气